大家猜一下我在广州北京路吃的这碗牛腩粉 要多少钱 能猜到吗 哈喽 大家好 这里是广州的北京路啊 可以看到起起起起客的北京路啊 挺多人的吧 要知道啊 今天是周一啊 但是还是这么多人 这些人都不用上班的吗 我感到很奇怪呀 不愧是广州第一步行街啊 我这个视频的话 主要带大家去了解一下广州北京路的消费怎样 因为我听别人说啊 广州北京路的消费很贵 那到底是不是呢 我等一下的话就在这附近吃个快餐 或者是吃个什么餐吧 大家去了解一下 在北京路这里吃个饭是什么价格的 贵不贵 我现在先带大家逛一下这条北京路吧 对于北京路 我也有一段时间没有来逛了 这条不行街的话 也是很多外地人来广州必打卡的一个景点 因为在这里的话 不仅能体会到广州的商业氛围 还能体会到广州的文化 跟广州的美食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路脸旁的建筑啊 都是领南特色奇楼 是不是很美 前方这个就是地标了 平一公元前214年 又可想而知 这条路啊 彼此很悠久啊 这也反映出来 广州是一座千年山都啊 我现在就去附近看一下 有没有餐饮店 在这边有这个香滑 柠檬水 牛杂 牛杂不吃了 前方这里有一座大佛寺啊 这个大佛寺的话 也是北京路的标记性的景点第一啊 到网上的车这里的景色啊 金碧辉煌特别的漂亮 我看到前方这里有一家茶余饭后 要不就在这里吃个饭吧 点好了 我点了一个牛腩粉吧 上来咯 好了 这个就是我点的牛腩粉了 这个色泽跟我之前吃的牛腩粉有点不一样哦 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牛腩啊 这个份量还可以吧 一块 两块 三块 四块 每一块都是挺大块的 可以看到它卤的色泽啊 差一点吧 可能是比较新鲜的牛腩吧 而这个粉的话就是广州传统的河粉 那大家猜一下我在广州北京路吃的这碗牛腩粉 要多少钱 能猜到吗 我先吃吧 吃完再告诉大家 现在来喝一下它的汤 这个汤可以看到金汤啊 金赏赏的 进口一瞬间我觉得这个汤有点甜 甜中有点鲜 鲜就有点鲜 但是这个味道跟我之前吃的牛腩粉完全不一样 现在来尝一下它的粉 这个粉是一份送花 而且这个河粉浸泡了这个汤汁之后啊 就挺鲜甜的 现在来尝一下它的牛腩 快诱人了 这牛腩有点韧 像是不是很柴吧 还可以这个口感 而且的话我吃不出这个卤鲜味啊 应该这个牛腩的话它不是卤鲜牛腩 虽然没有卤鲜味 但是保留了这个牛腩本来的鲜味 虽然整的味道跟我义兰西的牛腩粉不一样 但是的话 这个味道我觉得还可以 有不一样的感觉 我吃完这碗牛腩粉了 一共花了我28块 对于这个价格 大家觉得怎样 反正我刚才结账的时候惊讶到我了 哈哈28块 毫无夸张的说 这是我在广州吃过最贵的牛腩粉了 那大家觉得我在北京路吃了一碗牛腩粉 花了28块 贵不贵 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那这个视频就排到这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